主議長 剛剛我聽到你跟張祈凱委員的答詢 那很抱歉 本人就是去年召開記者會 千拜託 萬拜託 能夠把南門市場中繼站 不要拆掉 留給東門市場作為中繼站 1.8億是名子名高 你知道行政院當時給我的回答是什麼嗎 因為那個我們沒有盡管 我告訴你 你剛剛一直推給台北市政府 說那台北市政府的房子 可是你知道台北市政府來看一下公文 看一下公文那個簡報的公文亮出來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也要求請求 行政院可以把 華光特二用地 作為東門市場改建的安置市場 也就是希望能夠延期租用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行文行政院 我不清楚 我告訴你就是行文行政院啊 你知道行政院怎麼回答嗎 他說不行 因為這塊地要拿來去蓋 通訊傳播委員會跟書發部的辦公大樓 所以無法同意貴府延長租用 你去年6月5月是跟我這樣講的呢 結果你剛剛跟張祈凱說 你說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房子 地是國產署的 他拜託千拜託萬拜託 說你今天 南門市場改建完成 東門市場也可以用這塊地 就不用拆掉1.8億的這個建築物 結果你們行政院跟我講 不行那塊地 我要蓋樹發部 然後要求說 叫東門市場就在樹發部 這個所謂的 準備要用的這個地 南門市場中計站 旁邊喔 就是旁邊的空地 另外蓋一個東門市場中計站 這已經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你樹發部當時你有本事 你就蓋旁邊空地啦 那你為什麼今天硬要拆掉1.8億 水長這不打緊 省紀長我也拜託你 這件事也請省紀部查一下 這就算了 我上次質詢書發部 我真的開一點要被氣死 我說為什麼你們這個 一定要拆那1.8億啊 一定要蓋你書發部辦公室 你這麼偉大 唐鳳竟然跟我講說 沒有 我沒有要去那裡啊 所以原來全部都是一場誤會啊 主席長我請問你 你掌管我們國家主席 省紀長掌管我們國家審紀 你覺得這樣浪費工廠是對的嗎 我們會去之後 請我們的那個系統的人去了解 已經拆了 瓦力一堆了 真的沒有這樣幹的啦 那你是跟我講去年五月 行政院給的公文是騙大家嗎 他當時是用這個理由說要拆掉 這個中紀站1.8 用這個理由說要拆的耶 那他是騙人的嗎 所以我真的拜託省紀長 因為你有審紀政府財政的一個責任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真的好好去看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政府是這種態度來花公堂的話 那真的人民的難怪書發部 被稱為所謂的辦公室發展部啊 他不只是出金要花很多 然後裝潢要花很多 你搞到行政院為了他拿他做藉口 拆掉1.8億的南門市場中紀站 現在東門市場遙遙無期啦 東門市場就在中正區跟大安區交界書 就是我的選區啦 我代表他們出來開記者會的啦 到現在沒給個交代啊 對得起這些東門市場 現在正在等待搬遷的這些我們攤商嗎 你覺得對得起嗎 如果當時不要拆掉 現在東門市場的攤商都已經進到裡面去 東門市場就可以改建了你知道嗎 現在遙遙無期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蓋出東門市場中紀站 什麼時候搬 什麼時候蓋完 什麼時候再搬回去 你浪費工廠也整個耽搁了我們今天 東門市場的整個改建的程序過程 還浪費了1.8億的工廠 這事情離譜跟可惡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邊我真的還是再次的拜託 主記長跟沈記長 真的回去督導一下這個書發部啦 辦公室發展部啦 三千萬裝潢不夠 對不對 幾千萬的租金不夠 搞到最後要去搶搶 東門市場的用地名地 最後還跟我講我沒有要蓋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政府怎麼會允許這麼離譜的事情發生 麻煩兩位主席長沈記長 真的多關心一下 以上 謝謝